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4月4日的粤語新聞節目 我是霍倫喬 先跟大家說下今晚的新聞題要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不會國族連任 而外界盛傳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是熱門的新特首人選? 國際組織禁查目錄發表黎智英在獄中所寫的六封信件 信件多次提及黎智英靠著堅定的信仰力量度過牢獄生活 澳大利亞傳媒披露在墨爾本的中國地產商人鄭佳蒲 涉嫌協助中國間諜執行任務去年被澳方驅逐出境? 詳細的新聞內容 香港特首選舉提名期展開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週一宣布不會競逐連任 又說去年年初已經向中央表達意願 強調是基於家庭因素 分析就認為由北京角度來看 為免衝擊香港民意 不讓林鄭連任是一個正常的選擇 而外界盛傳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是熱門的特首人選 分析說如果他當選 反映北京仍然擔心外部勢力搞亂香港 將國家安全放在首位 由董書宇報道 本人將不會參加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 換句話說我將在今年6月30日 就完成了行政長官五年的任期 並且將會正式結束我長達42年的政府服務生涯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週一 在抗疫記者會上宣布 不會參選下屆特首 他說不敬續連任這個決定 早在去年3月出席全國兩會期間 已經親身向中央表明 並獲中央理解和尊重 強調唯一考慮是家庭 我考慮了我家人的看法 我家人 有些看法我不方便說 因為這是私人的問題 唯一可以說的是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的家人都默默支持 他說餘客任期 會做好抗疫和港府換屆等工作 感謝中央、港澳辦、政府團隊、公務員 和家人等等的支持 在未來不足三個月的任期中 將會領導四方面工作 包括舉辦好5月8日的特首選舉 抗疫工作、香港回歸25週年 和港府換屆交接的工作 秘密都有報導指 政務司長李家超將會參選 林鄭月娥說 至今沒有收到任何官員辭職 不方便評論參選特首人士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對本台說 林鄭月娥以家庭為由不經續連任 和她是否向北京表達意願 都是她個人的問題 這並不重要 而在北京的角度來看 不讓林鄭月娥連任 是一個正常的選擇 如果是讓她連任 即時後果就是香港人的民意 高度反彈 反映北京不聽香港民意 無論北京她願不願意 林鄭月娥連任 這個香港人的反彈 尤其是現在的疫情 搞到死那麼多人的情況下 你還讓她連任 這個是衝擊香港民意 也對北京忽利的 所以按正路就是不讓她連任 是一個正常的選擇 至於選舉提名期開始後 為何還未有重量級人物表示參選 是否北京心目中未有特首候選人 劉耀兆說 這個絕對不是北京的考慮因素 是中國式政治來說 北京手上有很多可用的人 任何人都是忠誠執行者 相信當局是不希望出現競選醜聞 避免為香港式民主選舉增添變數 而目前北京要去考驗的 除了是候選人的忠誠度 還有服從度 無論是陪跑或當選人 相信北京都有異向 外界正傳李家超是熱門特首人選 如果李家超當選 將會成為香港首位有武功背景的特首 劉耀兆說 所有候選人都是執行者 假如李家超上任特首 反映北京仍然擔心外部勢力搞亂香港 將國家安全放在首位 今屆特首選舉氣氛朴縮迷離 台銘期開始之後都沒有明顯的人選跑出 目前有六名社會人士已經表態參選 除了最早表態的導演閃國林之外 還有保安員賴洪梅 前民建聯的胡西傳 李志嘉和蕭德良 據多間港媒報導 政務司長李家超 財政司長陳茂波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以及被視為黑馬行會成員葉劉淑儀等人 都是被視為競爭下屆特首的重量級人物 但他們至今都未正式表態參選 香港大陸屆特首選舉提名期 由星期日開始 去到今月16日結束 特首候選人必須在提名期內 甚至前往中環外甸堡廣場3日展成館 將田舵的提名表格送給選舉主任 本台記者星期一到長採訪 由早上9點到下午5點 都未見有近日盛傳的政治人物延伸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一同衰月報導 暢渡言論自由的知名國際組織《金茶目錄》 最近在網站發表香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 2020年12月被捕入監服刑後 獄中所寫的六封信件 並以無謂的不經仇敵 黎智英有上帝為伴為表態 因為選刊的信件中 多次提及黎智英靠住堅定的信仰 度過慮辱生活 《金茶目錄》並指出 黎智英是受妻子利運琴的影響 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 而宗教力量也成為其心靈之處 由胡凱文報導 《金茶目錄》首先介紹74歲的黎智英 是富豪兼異議分子 出生於廣州 12歲由大陸偷渡到香港白手起家 身家紅口 在巴黎、倫敦、京都、台北等地方都有住宅 但可以提前逃離香港 但他就選擇了留下為民主和自由而奮鬥 黎智英在2020年12月被捕入獄服刑 罪名是悼念六四天安門事件 《茶目錄》並指出 黎智英真正的罪行是出版發行《蘋果日報》 而隨著高層紛紛被捕 《蘋果日報》也已經停刊 《茶目錄》折錄的第一封信是 黎智英得知香港《蘋果日報》 在2021年6月24日停刊之後的反映 信中寫著 即使香港當局的野蠻鎮壓看起上來臭效 香港人也安靜下來 但香港人的憤怒不會因此而消失 鎮壓、憤怒、不信任的惡性循環 將會令香港成為一個牢籠 就像新疆一樣 世界都為香港人而哭泣 第二封是黎智英在2021年7月 寫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 加拿大旅館員工 親愛的Bob請勿為我擔憂 我忙於閱讀聖經、福音、神學 和聖人相關的書籍 日子過得平靜而且充滿啟發 當你將真相、正義和良善 放在自身舒適、安全和身體健康之上 那就必定要付出代價 如果不是這樣 生活就會變成一個謊言 我選擇真相而並非謊言 並且付出代價 幸運的是上帝給這個代價 成為變相的恩典 令我身為感恩 信中最後一段 黎智英再度呼籲不用為他擔心 並且寫著 如果經過教堂就請進去幫我祈禱 第三封信是黎智英在2021年9月寫給朋友James 在信中黎智英說有了耶穌基督 他的獄中生活過得很充實 精神上也平靜 但黎智英也擔心妻子陷入哀傷而體重減輕 幸好他都有上帝相伴 第四封信就是在2021年10月寫給黎智英致涵事業夥伴 表達對家人最近前來探監的愉悅之情 黎智英還說到他令自己好望 除了靈修和畫畫 還嘗試提升英文寫作技巧 第五封寫給朋友的信日期是2021年11月 黎智英引述15世紀德國修士托馬斯 押、肯賠的詩主編 表達至遠乘擔担十字架的心情 大陸風就是黎智英祈求上帝 不要忘記在天安門廣場喪命的人 黎智英還在信的最後親筆畫了耶穌基督 被釘在十字架的圖畫 再倒展現他堅定的宗教信仰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鍾廣正 胡凱文報道 澳大利亞傳媒披露 居住在墨爾本的中國地產商 張正介浦被指控對澳大利亞事務 進行外國干預 他在去年被逐出境 澳方說他執行中共間諜的指令 接近一位中國人權活動家 在澳洲留學的小朋友 並查找一名落馬中共官員 在澳大利亞的資產 分析說中國透過操控海外華人 在境外實施滲透 由吳亦棠 請問報導 色尼神風報星期一報導 居住在墨爾本的中國地產商人鄭介浦 因為涉嫌協助一名潛伏 在澳大利亞的中國間諜執行任務 去年被澳方驅逐出境 色尼神風報等澳媒 向未有據名的澳大利亞官方消息人士 以及與鄭介浦有私交的人士求證案件 據目前披露的細節顯示 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指控鄭介浦 代表中國對澳大利亞事務進行外國干預 鄭介浦就否認這個指控 澳大利亞媒體報導說 沒有任何暗示或證據表明 鄭介浦本人是一名情報人員 大消息人士證實 鄭介浦在2020年向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官員證實 他曾協助一名難以觸摸的中國人物 在澳大利亞執行一些任務 但是在他約談的時候說 這個人從未要求他做任何影響澳大利亞安全的事情 並聲稱中澳關係應該得到珍惜 據鄭介浦支持者的說法 鄭介浦堅持認為 他只是幫助這名中國疑似間諜 完成了一些平常任務 他最終的目的是希望中國政府幫忙 追回他在中國被侵吞的錢 早在2015年鄭介浦在澳大利亞媒體上宣稱 他價值20億澳幣的中國企業集團資產 被中共腐敗集團剝奪 鄭介浦還指控 2014年逃去紐約的中國商人郭文貴 沉吞了他的資產 而郭文貴就曾爆料中共高層的貪腐秘身 澳大利亞前地方議員胡玉明向本臺表示 中國移居海外的商人當中 難免有把柄被中共拿捏在手中 因此很容易就被中共收買 從而為北京利益服務 胡玉明說 從近年已經曝光出的很多案例當中可以發現 中共代理人常常以各種面目出現 有些人甚至已在海外批評中共的面目出現 來到掩人耳目 胡玉明表示 澳大利亞安全部門早已啟動 對很多中共代理人的調查 相信有很多人已經被記錄在案 在其他人眼睛一種警示 人在座天在看 我們的情況不明也在看 尤其是胡言聯盟 他們並沒有對中共放錯 早在2020年 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首次警告澳大利亞聯邦政府 鄭介甫構成安全風險 該機構對鄭介甫提出的指控包括 他一直與中國國家安全部的一名官員接觸 據稱鄭介甫按照這位中共高級間諜的指令 接近一名在墨爾本的中國留學生 這名學生的父親 是被中國政府拘留的知名人權活動家 鄭介甫提出向這名學生提供2萬澳幣 試圖向他的父親施加壓力 要求他停止批評北京 而這位留學生拒絕與他會面 以及拒絕接受這筆資金 但與鄭介甫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說 這只是一項慈善之舉 另外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還懷疑 這名中共間諜還要求鄭介甫從事其他活動 包括搜尋中共紀委、監察委、 駐國家安全部紀檢組原組長劉彥平 在澳大利亞的資產 今年3月中共當局宣布 劉彥平因為涉嫌違法違紀 正在接受調查 色尼科技大學政治學者 馮崇義也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表示 根據媒體上已經爆出的案情分析 這是中共在華人眾多的 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國家的常規手法 他指中共直接派出的間諜並不是很多 大多數在外國收買線人 然後在這邊會發展線人 像鄭介甫在想要錢的人 就很容易被收買 馮崇義也以被澳大利亞 驅逐出境的皇向默案件為例 認為澳方對鄭介甫的案例 也以此方式處理 馮崇義說 儘管澳大利亞有反間諜等立法 但是作為民主國家 適用法律方面面臨很多程序和取證方面的困難 因此很難真正去將中共代理人送上法庭 澳大利亞在安全上用力很 但是它這種法律更多是起阻惡的作用 2019年2月 澳大利亞政府取消了中國富商王向默的永久居留權 當時王向默正在其他國家沒有辦法返回澳大利亞 他被指控滲透澳大利亞政界為一些政客提供政治獻金 而鄭介甫在去年被驅逐之前 和太太孩子居住在布萊頓 鄭介甫在2008年到澳大利亞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之後 申請澳大利亞的居留權 當時他並且購買了價值825萬澳幣的豪宅 據估計他在澳大利亞房地產業和其他商業 投資了約4000萬澳幣 他還被任命至少是一家中國文化團體的董事會成員 據澳大利亞媒體透露 鄭介甫的案例在澳大利亞長居居民 涉及與北京國安或外國干預機構合作 而被驅逐或禁止入境的案例之一 在過去的三年裡 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 靜靜地驅逐了幾名中國商人和記者 輿論認為鄭介甫的案例 或者會加重堪培拉和北京之間持續的緊張局勢 早前澳大利亞華人作家楊恆君和記者成類在中國被捕 並被指控危害國家安全或洩露國家機密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上海市的星期一舉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集體核酸檢測 不僅2600萬上海市民在一天之內完成核酸檢測 所有拆出陽性的人員將會被跨省異地隔離 與此同時 越來越多封控期間的人道慘劇被曝光 當局就採取嚴控措施厭況有關的消息透過網絡傳播 評論認為上海原本已經證實了中國防疫模式失敗 但當局就政治掛稅 始終堅持不計代價清零 由黃小山 情文報導 據本台記者收到的一份浙江省官方文件顯示 副總理孫春蘭的上海之行顯示出動態清零是硬性指標 還獲官方要求浙江和江蘇方面全面配合上海的動態清零 只是杭州和寧波市就被分別要求接納並隔離1萬名上海新冠陽性感染者 湖州、台州和金華等市就被要求接納並隔離2-3,000名核酸檢測陽性的人 作家和評論員陳鋒告訴本台記者 北京方面要求各地派出援助隊伍前去上海舉行了有史以來 規模最大的核酸檢測行動 同時採用西安的異地隔離辦法 可能高達數十萬的陽性感染者 運去浙江和江蘇等地集中隔離 上海一天測兩千多萬人的核酸檢測 上海周邊那些地方要把上海的陽性拉走隔離 今天的數目是一樣的 這個模式就是武漢西安演變過來的 陳鋒說新型變種感染力強 過程當中恐怕會造成交叉感染 但是當局政治掛稅 官方試圖以此證明自己強大的動員和組織力量 來強調制度的所謂優越性 但是當局的羽衣宣盤恐怕要落空 一名要求匿名的省級防疫指揮部內的人士 就明確表示因為人口基數過於龐大 曾經被大肆炒作的上海反恐模式 實際上可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正直宣傳 現在的情況顯示 無論是對兒童的單獨隔離 還是社會的基本救濟和保障都難以為計 證明所謂的上海樣本已經失敗 最新的消息顯示 因為醫院資源用盡 大量有基礎疾病的病人 特別是需要做透析的病人 已經死亡和精頻臨死亡 但是他們在網上發布的求救信息 基本上都被遮罩或者限流 另外繼上海東方醫院護士和另一名患者 死於哮喘發作之後 網傳至少又有兩名住院病人 因為沒有人吸痰而死亡 據清華大學校友群消息說 這兩名死於沒有人吸痰的病人 分別是清華大學92級和93級的校友 他們死亡的消息未能擴散傳出去 此外因為嚴苛的封控 導致抑鬱患者病情惡化自殺的案例 也頻繁出現 其中網名是 爭取提前退休的老順的法律人 因為發布了租住自己房屋的 90號研究生跳樓自殺的消息 就被追擊萬馬 但至今為止 上海市衛健委、上海市政府 都沒有接受記者採訪 而國家衛健委也沒有對此置評 來自武漢的一線醫務人員 匿名告訴本台記者 因為醫療機構的管控 嚴重的基礎疾病和突發性疾病 確實受到了影響 但據他所知 目前未有統計資料 可能也不會統計 他又證實 有同事確實已經奉命趕去上海 只是武漢就被要求派一千名醫護人員 並且今天抵達上海 開始投入全民強檢 整個武漢市派一千個人 總共全國有幾萬人去了 哪個地方派了多少人 他們有個表 我們去的人 昨天給我反饋的消息 是去做核酸 決定是先把那個疾病的情況不清楚吧 據悉隨著北京方面強硬要求清零 中國各地方政府再次緊張起來 並且實施了更為嚴苛的封控措施 比如在夜店和娛樂場所集中的成都市 武漢區星期日就下發緊急通知 要求核區內的各網吧 KTV 娛樂場所 健身場館 文藝和體育培訓機構 一律從當晚8點暫停營業 而重新營業的時間未定 對於這個安排所導致的巨額經濟損失 官方就沒有提及 武漢區文化體育局也拒絕回應查詢 而同樣處於嚴控當中的吉林各地 因為長春市昨天新增574個病例 當中絕大多數是輕營 風禁也被升級 並且要求全省各地組織醫護人員支援長春 湖南張家計也成為新一輪的重災區 其中參觀魅力湘西演出的各地遊客 也都被視為高風險人群 在全國範圍內被監控和隔離管控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面對新一波的Omicron疫情 中國由全國各地 向上海派出超過1萬名的衛生工作者 包括了2,000名軍事醫務人員 由湖海文報導 綜合外電報導 星期一 上海市對期2,500萬個居民 進行全員強制檢測 原本應該是兩個階段的封鎖 進入第二個星期 雖然很多工廠和金融公司 通過隔離其員工得以繼續營運 但外界越來越擔心 這個中國的金融指導 兼航運和製造中心 延長封鎖的潛在經濟影響 傳染性強的Omicron BA2型病毒 正是考驗中國維持其清零方法的能力 該方法的目的是通過隔離所有檢測結果 呈陽性的人 無論他們有沒有症狀都好 用來阻止疫情的蔓延 上海已經將一個展覽館和其他設施 改造成大規模的隔離中心 有輕微症狀或沒有症狀的人 被安置在由臨時隔板分隔的病床上 中國在星期一報告 在過去24小時之內 全國有超過13000宗的新病例 其中接近12000宗是沒有症狀的 其中大約9000宗病例發生在上海 另一個大規模的爆發是在中國東北的吉林省 那裡的新病例超過3500宗 英文版的《中國日報》說 來自鄰近的江蘇和浙江兩省的 接近15000個醫務工作者 在星期一較早時候 由他們的醫院坐車前往上海 一份中國軍方報紙說 來自陸軍、海軍和聯合後勤支援部隊的 2000多名人員在星期日到達 黨媒《中國日報》說 至少還有4個省也向上海派遣了醫生、 護士和其他醫務工作者 雖然上海的大多數商店和其他企業都關閉 但包括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公司 和大眾汽車公司在內的主要製造商都說 他們的工廠仍然營運著 由於零部件供應中斷 大眾汽車公司已經減少生產 而還在營運著的企業正在執行閉環的戰略 將員工和外界隔離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 數以千計的股票交易員和其他金融行業的人員 必須在辦公室內過夜留宿 根據上海美國商會和中國美國商會 在上星期進行的一項調查 在上海有業務的五間外國公司 有三間就說他們已經削減了今年的銷售預測 回覆調查的120間公司之中 有三分之一的公司說他們已經推遲了投資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胡凱文報道 上海Omicron疫情爆發 在過去幾天 各地武警和醫護人員約10萬人抵達上海 除了協助對抗疫情 還於防控社會事件 當地基層官員、學者和民眾 對當局採取的防疫措施完成在道 有上海疾控專家感嘆 防疫措施令人都瘋 由喬浪、李若如白頭 新冠病毒Omicron BAE病株在上海試藥 根據官方最新公布 今週日大約有1.3萬宗感染者 其中上海一共新增9,068宗 本土同無症狀感染者 當日中國解放軍和16個省市大約10萬人 從公路、鐵路和機場抵達上海 展開緩救 一位居住在機場附近的居民馮女士 在週一向本台說 外地武警已經到達上海 並且投入戒備 在星期日晚不斷有大型飛機起降的光明聲 上海菩西一名學者張進向本台說 目前他居住的社區門口有武警光燒 防止居民翻牆或隨意外出 上海爆發新一輪疫情已經一個幾月 當局對上海是不是實施清零政策 一直搖擺不定 在這個期間 Omicron病株迅速擴散 對此學者張進非常感嘆 上星期六 一段上海市民和疾控中心專家的對話錄音流出 這名疾病預防專家披露了防疫系統癱瘓的內情 不是您的事實就是地盤很緊張 隔離點沒有環境 120沒有測 我們一天到了要接幾百的這種地方 完全擺上海之前的樹林的所有的形象 全部給咱們 就把人家的陽性結果寫成陰性 然後讓我們即刻去通知人家陽性 我們戰業機構也要被避風了 知道吧 戰業人要做的話根本就沒人聽 現在全部把這個病變成了正直性的一個疾病 掛了這麼多的人的財務 就在做一個類似流感的 你說你看到哪個國家防流感 不單止是作為中國流行病 預防重要機構的專家感到無奈 就算是基層組織居委會書記也說 防疫系統黏黏亂 他甚至在電話中向求助者哭訴 而在嚴厲封控的措施之下 上海多個小區居民都經歷食物不足的情況 居民逢女士說大部分觸地員被隔離 導致居民訂購的物資 外地支援上海的蔬菜 肉類都沒有人接手和發放 蔬菜和肉類腐爛變質 居民上傳的影片顯示 大量蔬菜堆在馬路上 有人把變質的豬肉扔去垃圾桶 或者張進說中國所有政治的爆發點 上海往往是一個初始化的地方 這次防疫措施的失敗 或者會誘發其他方面的變化 他批評政府違背科學 堅持政治正確 後果會很嚴重 最終都是要由老百姓承受 由此產生的巨大損失 趙亞洲電台記者李若如報導 最新一期美國外交事務貴刊 罕登諾克菲勒國際主席夏爾瑪的專問 表示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 才是投資者未來十年的希望所在 他預計中國在未來十年 將不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原因是中國面臨著監據的債務負擔 而中國的人口迅速老化 帶來的挑戰更惡化了問題 夏爾瑪認為在過去十年 中國份額的上升 很大程度上是以歐洲和日本為代價 但中國面臨自己巨大制務問題 而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萎縮的挑戰 惡化了這個問題 他認為中國未來十年增長 將會十分平庸 這樣為新興市場創造了一個 取得重大收益的機會 他認為隨著尋求更便宜的勞動力 或者更短的運輸路線的工廠撤出中國 他們選定的幾個國家 例如曼加拉、柬埔寨和越南 將可望有可觀的經濟增長 美國《華爾街日報》星期日發表文章 認為中國明顯放棄了 之前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呼籲政策 文章說去年秋季中國共產黨舉行六中全會 並通過一項的歷史決議 決議中8次使用了《共同呼籲》這個短語 但今年在中國總理利克強3月份發表的 《長達1萬7千字的政府經濟工作報告》中 《共同呼籲》只出現在一次 由胡凱文報道 報導指出 在去年的大部分時間內 習近平大使宣揚一項被稱為 共同呼籲的標誌性計劃 只在重新分配更多的中國財富 該計劃是習近平眾多政策的基礎 包括對被視為利用其市場力量 提高利潤的科技公司進行打擊 但雖然打擊科技公司的某些方面仍然繼續 但《華爾街日報》指 《共同呼籲》計劃的其他部分已經消失 因為中國將其優先事項轉移到支持放緩的增長上 去年 《共同呼籲》的這個詞 似乎是無處不在 在國家的媒體、學校 以及在習近平和其他人的演講之中 去年秋季 中國共產黨舉行六中全會並通過的一項歷史決議 使習近平和毛澤東平起平坐 該決議八次使用到《共同呼籲》這個短語 今年在中國總理李克強3月份發表的 《長達1萬7千字的政府經濟工作報告》中 《共同呼籲》只是出現了一次 《財政部》的最新預算報告 並沒有為中央政府分配資源的運動列出具體目標 在被指定為該計劃主要試驗場的浙江省 新的經濟計劃幾乎沒有提到 可以將更多的錢放去不太富裕的家庭的政策 北京已經收回了和該運動有關的一些措施 政府上個月擱置了擴大新房產稅的計劃 該稅總可以為社會福利項目提供資金 但面臨來自精英和決策者的反對 他們擔心這個將推低房產價值 這個稅總的試行計劃目前只適用於上海和重慶 《財政部》說擴大徵稅範圍的條件不成熟 但沒有詳細說明 《共同呼籲》逐漸消失的部分原因是 在習近平需要中國經濟保持強勁的時候 所頒發的政策都嚇倒企業家減緩了增長 他正在準備政策會議 預計今年較後的時間 將會令他重返第三個任期的權力 但經濟學家和學者說 越來越清楚的是 如果不進行習近平似乎不願意接受的更為激烈 可能痛苦的變革 共同富裕的目標就無法實現 這個包括全面改革中國的稅收和社會福利制度 中國的稅收制度不如發達國家的累進制 其負擔主要落在低收入的工人身上 上層階級往往有更多的政治關係 要提高他們的稅率方面面臨著阻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 中國的個人所得稅 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2% 而美國和英國的這個比例 就大約是10% 來自社會保障繳款的收入 大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5% 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家馬格納斯 向《華爾加日報》說 所有這些變化都涉及大量的政治舉措 他不認為政府願意採取這些措施 作為中國最高政府機構的國務院 和浙江省政府並沒有對報導作出回應 不過數據顯示 自從中國經濟開始對外開放以來 財富的不平等已經擴大 社會流動性亦停滯不前 習近平認為這是威脅黨的持續統治趨勢 根據全球不平等實驗室的數據 2021年中國最富有的10%的人 擁有家庭總財富68% 去年1月 習近平批示實施共同富裕黑不容緩 這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關注 隨著中國經濟在第一波疫情之後強勁反彈 政策制定者看到一個推動變革的機會 他們希望能夠滿足領導人的目標 經濟學家說 隨著法規主要涉及打擊那些 被認為是賺錢太多或是金融風險太大的行業 而沒有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革 離極力創新 或是增加中國中低階層的機會 對房地產開發商實施更嚴格的監管 減少了他們的一些冒險行為 但是就幫助引發了房地產的滑波 對科技公司和盈利性家教公司的管制 阻止了壟斷行為 但是導致這些行業的大規模裁員 而中國上市公司之中 幾十億美元的市值在短時間內蒸發走 整體增長急劇放緩 很多經濟學家都說 現在中國將會難以達到 今年5.5%左右的政府增長目標 雖然科技公司和企業家承諾 就共同呼籲倡議捐贈幾十億美元 但是經濟學家認為 這種一次性的捐助 並不等於長期社會變革的可持續戰略 而打擊行動造成的損害可能會持續多年 這表明了私人創業已經是過時 報導也引述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全球政策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史中漢華 共同呼籲的口號幾乎成為一些企業的集結號 他們用這詞語諷刺地推斷出一整套旨在控制 甚至是摧毀中國私營企業的政策 我認為這並不是中國政府希望發出的訊息 隨著增長放緩超過預期 副總理劉鶴在3月承諾 進一步的監管將會增加透明和可預測 該部也援引一些經濟學家說 如果增長強勁反彈 中國可能在今年秋天的黨代表大會之後 恢復共同呼籲 但是報導強調 目前仍然不清楚習近平 是否曾打算採取更激進的措施 幫助中國人民收穫更大的增長份額 馬格納斯和其他經濟學家 向《華爾加日報》指出 最簡單的方法之一 是將更多的收入和控制權 由政府轉移到私營企業 但這與習近平的意願相違背 美國德克薩仙農工大學終身教授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 金黎向《華爾加日報》指 另一種方法可能是對個人徵收遺產稅 或是資本收益稅 這個將會令到更多的財富 由富裕的家庭轉移 但是這個也可能會面臨反對 其他經濟學家說 中國需要改變地方政府的籌資方式 這個在中國的政治氣候之下 是另一項艱難的任務 因為這樣可能會削弱了中國政府的權威 目前地方政府負責提供很多社會福利 但他們通常是負債累累 只肯籌集資金的能力有限 因此他們並沒有什麼動力 去承擔大規模的福利項目 報導引述《史中漢》說 相反地方官員傾向投資那些 見效快的項目 例如是基礎設施 或者那些被認為是對中國領導人 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 例如是實現半導體獨立 或者是獲得更多的軍事力量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 胡可文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台灣軍方檢討自身的防衛準備 台灣傳媒報導 軍方計劃在雪山隧道裡 增設作戰指揮中心作為後備 避免目前行山指揮所被共軍第一擊摧毀 國防部對此未有正面的回應 移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 參考近年重要戰爭第一擊指揮中心都成為目標 分散和準備其他指揮點是軍方近年思考的方案 由中廣正在台北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國防部長邱國正日前接受訪問表示 軍方已成立轉案小組 做雙方戰法和相關技巧進行研究 據聯合部報導 軍方受到俄烏戰爭啟發 全面檢討各作戰區地下指揮所承受第一擊能力 同時啟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和高速公勞局攜手 克服剛纖使用頻段和通訊整合的技術問題 在位於國道5號雪山隧道山脈的杜坑深處 開始戰時能接替大直恆山指揮所的聯合作戰指揮所 國防部發言人孫立芳上教緊簡短回應表示 國軍只管通知建置都是依照敵情威脅和作戰需要 都將可能作為納入言息和評估 民進黨籍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立委王定宇指出 不理從當年的沙漠風暴或到今次的俄烏戰爭 戰爭開打的第一擊 懲監精指揮系統一定是敵軍攻擊的第一優先 所以如何保護聯合作戰指揮所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橫山指揮所在演練當中或者遭遇戰時 怎麼樣提高存活率 怎麼樣讓情間真指揮系統能夠維持運作 這個是演訓當中非常重要的科目 維持存活率除了提高防務以外 有分散 有備援 有準備其他的地點 或者是所謂的聯合作戰的權力下放扁平化指揮系統 都是國軍近年來思考和準備的方案 黃定宇指今年的漢光演習 是否會將橫山指揮所 即聯合作戰指揮所 以東媒體所報導的雪山隧道行車控制中心 要由軍方去證實 軍方確實準備了很多隊員的計劃 也就是遭遇戰時的時候 我們的聯合作戰指揮的能力不會被第一級勘幻 軍事改革裡面的聯兵營聯兵旅 透過把各軍組的聯合作戰的指揮 把它的層級扁平 讓聯合作戰的權力往下放 也就是落實作戰的時候 第一線的指揮官能夠有比較大的權限 這都是避免暫時第一級 讓作戰指揮系統瓦解 非常重要的準備 黃定宇認為這些做法 都是面對中共威脅非常重要的準備工作 透過今次俄烏戰爭 台灣應該對自己的國防有信心 據聯合部報導指軍方的通知部隊 已經進駐位於新北市平林區的雪山隧道行車控制中心 在道坑內簡要部署 並將在今年漢光38號演習當中實施驗證 被軍方選中作為戰時作戰指揮中心的雪山隧道 施工長達15年 在世界上最長的雙孔公路隧道 全長12.9公里 雪山隧道的行車控制中心位於雪山山脈 周邊有群山環繞掩護 雪山隧道除了南北雙向車道外 下方還有貫穿全線可供車行的坑道 深度達512公尺 深度不但足以抗渣 而且各自有通風中計站以及多個出口 適合人員生存和大型裝備進駐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政台北報導 更多新聞和評論請到本台官網和社交媒體收聽收看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導完畢 多謝收聽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2258175178173 81581771 9178173 11971 8178172 817177 11939 178177 9175177 9178177 11970